我在房车旅行,我是957,看这风景,哎呀,都乱烫了,太好看了 停车场里了,哪那么多风景看了 我回到乌兰浩特,我要下卸货,这两天有几台自由的盒子发到这里 等着卸货在这个停车场里,很热,不过来,空调你看 26路,开着 我还有一只狗,我的狗去美容了,在对面美容,我现在去接他 可爱达花 接狗去 据说过两天就凉快了 一样这么大了,哎呦我 抓要紧啊 二话不动 嗯 嗯 你这贵的啥品种要何买多钱 就爱博客那厂买的吧,辉瑞嘛 爱博客是第一的吧,爱博客是吃的,三十块钱一斤嘛 爱博客是第一的,可以吃那个皮虫 就低低低,就现在一口洗完就低,我的狗子中标了,在这发现了一颗皮虫,现在要让他们给他做全身的检查了,哎呀好惨 你呢好惨 拉着我就回家了 阿华回家了哈 下雨了 嗯 很低点 24 出风出风 好爽好爽 哎呀呀 这就跟那个你新买件雕似的一样的 你看看那吧 就是金锡 普通的锡 没有这个锡 锡的那个 雕 够不掉 医生说耳朵里有些发炎 刚才给他做了一个耳 耳部护理啊 然后做了一个美甲 外带剪了一下 脚底板毛 嗯 然后给毛 护理了一下毛 今天花了老多钱了 嗯 回来吃的可香了 哎呀 阿华 接一下 吃着喝着啊 吃好喝 Sak 好啊 快快快快快快 到这儿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要找你去找一下老三 老三那儿有东西 你去老三那儿拿下东西 你给他对接一下 老三的东西拿着吗 两块哦 两块货板 还有两个那个支架 两副支架 这四个 反正我可以给我两盒 两盒就可以了 行 我偷 偶遇自由的盒子一台 今天刚卸车 嘿 你看 是这个拖回来的 有点敲头啊 这换换换一个币 门大 国家的标准低于175的门现在不合规了 门现在要做通了 工艺提升了吗 哎呀 规范 我现在床呢也是这样的 看应该好 折板比那个抽拉的要 方便 655的过道 正好可以放一台冰箱 冰虎的35升 真好 就是空间利用浴 用它来装衣服 在这里加了一个堵 门 然后这里 还能放些东西呢 这就叫空间利用浴 运用到极致 这个折板 这是拼床 看到吗 这样拼出来床比那个抽拉的方便 而且他非常的沉重 沉重力非常好 你看1234 比那抽拉板 其实费钱 这条腿100多呢 这条腿100多呢 演示一下的啊 看 就是这么的方便 现在的门朝这边翻 正好能吸住 卫生间的水池呢也要换成这种方的 比圆的要 好用 这是圆的 这是方的 它可以来洗衣服 主要一拧 因为你那个按钮那个洗衣服一搓的时候它有可能就开了 你这样的话它怎么拧它它拧不开 换成这种方的洗衣服会方便 哎 哎 哎 听哦 自由的盒子 mit 肚子